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很喜欢用这个字 是它满足了一些运算的规则 我们叫做fuel property 一个域的性质 那就是加减乘除 简单来说就是它加减乘除要满足的一些条件 那特别的话呢 从这些条件包括什么分配率啊 结合率啊 交换率啊 然后单位元啊 主要是加法跟乘法 那这个减法跟除法呢 表面上是看不到的 但是事实上你如果加上负数跟导数的话 这个减法就出来了 对不对 什么叫做x减y呢 就是x加负y的意思 那什么叫做x除以y呢 就是x乘以y分之一 而y分之一就是它乘法的导数 事实上你想一想 我们是怎么剪 我们是怎么除的 都是用拆的 这个长除这个方法 事实上是用拆的 是用乘法来来给它 来给它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 是一个一个尝试的做法来的 是 好 那特别的话呢 我们能推论出就是说夫妇的证 那这个是我想是一个有趣的结果 那好 好 我们第二个呢 是所谓的序的性质 order property 主要是我们要考虑就是 这个大小的关系 就是持数来说 除了它加减乘数 它还有一个大小的关系 是这样 就是它是存在一个subset P r 这个r呢 是存在一个子级 P 这个子级为什么叫P呢 等一会儿我再说 使得 这个st st的意思就是such that 我以后就是st的了 我以后就是st的了 sush that 使得 就是它满足以下的关系 a 如果xy呢 是在这个P里边的话呢 则x加y 跟x乘y 也在P里边 也在P里边 然后第二 就是随便一个时数 只有三个可能性 就是x会在P里边 或者是x等于0 或者是x在负p 负x在P里边 那这个P是什么呢 这个P事实上就是正数的那个集合 the set of positive real numbers the set of positive real numbers 那在这里当然就是三一定律了 one and only one statement 就是这三个命题 其中只有一个成立的 所谓的三一定律 那 a statement is valid 我们叫这个叫做所谓的 trichotomy t-r-i-c-h-o-t-o-m-y tri就是三的意思 trichotomy 那 所以 那个几何上呢 你可以 或者是我说 直观上呢 我们这个P是什么呢 这个P就是我们实现上面 0 右边的东西 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 那 那对于这些所谓的正数来说 你随便两个正数 他们相加 当然也是正数 他们相成也是正数 然后三一定律就是说 你 某一个数 1 就是你是正的 或者是 你等于0 或者是 你是负的 负什么意思 就是 它的 它的那个 逆 它的加法的逆 负x呢 就是正的 所以这个是两个 基本的 正数的 基本的 性质 那 我们从这个性质呢 就可以将 那些 有关R的 序的一些性质呢 给它讲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看 所以呢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称呢 就是说 call这个p呢 就叫做 所谓的positive the set of positive real numbers OK 那我就定义 我这里还没有大于小于的问题呢 没有大于小于的问题 没有大于小于那个符号 那现在开始呢 我就是 说那个符号了 这个定义 我叫做1 x在p里边呢 就是x大于0 我就叫 这个p的元素呢 它满足一个 所谓的关系 就是它是大于0 然后呢 x大于等于0呢 什么叫做x大于y x大于y 是弱且为弱 就是x减y 是在p里边 如果x减y 是在右边的话 事实上 什么叫x大于y 在实现上面就是 x是在y的右方 那相当于就是说 x减y 是大于0 你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 事实上 从这里 跟上面这两个 合比来 就是说 相当于就是说 是x减y 是大于0 我们就说 x大于y 这个是从1 我知道这个事情 对不对 从1我知道这个事情 那x减y x扣掉y以后 还是一个在0的右方 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 这个是绝对的 那第三个 定义来的 这三个都是定义 就是我的 什么叫做x大于等于y呢 就是它是x大于y 或者是x等于0 它是两个可能性 合并起来的 合并起来呢 就是x减y在p里边 x减y大于0 或者是它等于 sorry 这个是x等于y 所以这三个是定义来的 那所以你也可以将前面的改写 改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xy大于0 x加y就要大于0 x乘y也大于0 那对于任何的实书来说 三一定义就是说 x大于0 x等于0 负x小于0 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在我们一般的 这个 一般的 这些熟悉的性质 是不难推导出来的 譬如说 以下的这个事情 x大于等于y 必然导致 就是x加z 大于等于y加z for all z 而且呢 就是x乘z 是大于等于y乘z for all z 那这个 可能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呢 已经看过这些规则的 那现在呢 利用前面的 这些 这个 我们认定的 实数的那个条件呢 我大概可以推得出来 前面那个是没有条件的 下面那个有条件 首先呢 我可以将它改写一下 这个ab呢 现在呢 就是变成是 以下的东西 这个前面可以做的 但是我在这里做 我想也一样了 就是 xy大于0 就imply x加y x乘y 都大于0 那这个b' 我就写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 r来说 x大于0 x等于0 就是其中一个成立 对不对 one and only one is valid 就是 我不写那么多了 就是trichotomy 三取一 那用这个的话呢 前面的 这个当然是不难证 怎么说呢 你说 再加上那个定义了 那 如果 这个证明正式来了 如果x等于y的话 你的x大于等于y 有两个可能性 依旧是它 是等于y 依旧是它 大于y 如果x等于y的话 当然 我两边加一个z 就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 两边乘一个z 乘一个时数 当然要相等 这两个都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 另外一个可能性 需要多做一点事情 怎么多做呢 就是 x大于y 相当于就是说 x-y大于0 那我们呢 也类似的 做这个事情 就是 x加z 减掉y加z 看看它是怎么样子的东西 那 这个分配率啊 结合率啊 交换率啊 给它弄在一起的话呢 我知道就是说 这个z只会消掉 它是x-y 那 既然x大于y 这个是大于0 因此 我就有呢 就是 x加z 要大于 y加z 我们是这样子 做出来的 那 另外一个 是xz 减掉yz 第二个 不等式 就是等于 z z在右方 x-y 乘以z 那 x-y 是大于0 的 z 也大于0 z 也是大于0 的 所以 利用我的 a' 我就知道 这个是大于0 的 by a' a' 这个规则 告诉我 就是 这个东西是对的 所以两个可能性底下呢 我们出现两个 所谓的规则 那 这两个合并起来 就是 x加z 要大于等于 y加z 而且 x乘 z 要大于等于 y乘 z 那就 就做出来了 在它的一个 要求底下 好不好 所以这个 我们从 ab 或者是 a' b' 就会导出 这样子的一个 性质 然后第二 就是 前天所说的 那个 partial order 就是 这个 a' 所谓 a' 小于等于 或者大于等于 就是 满足这个 partial order的 一个 那些条件 partial order 这个所谓的一个 是一个关系 relation 这个事情 那这个 在我来说 不算是非常重要 我只是 想将这部分 跟我们的 那个数学导论 这些 结合在一起 那 我这里不多写了 就是 基本上就是说 任何一个数 它要大于 等于自己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大于等于 包含着等于 所以这个relation 是成立的 xx 是成立的 那 然后 x 大于等于 y and y 大于等于 x 就会导致 y 就是x 这个 当然也成立 因为 三一定律 告诉我们 一定是对的 第三个是 x大于等于 y 然后 y要大于等于 z 那就表示说 x要大于等于 z 那这个也不难 那 就将 x-y 大于等于 0 y-z 大于等于 两个相加 就知道 x-z 要大于等于 0 然后第三个 要说明的 就是 就是 这些 所谓的 区间 intervals 就是 ab 我们可以定义 它就是等于 这个是定义 是 x在r里边 ab的 close interval 是代表 就是 所有 介于ab的东西 那 如果是 开区间的话 是 a小于x 小于b 那是有 绝对的 不等式 那当然呢 还有半开半壁的 类似的定义 那有趣是 这个 a到无穷 或者是 负无穷到b的 这种的定义 就是 它就是 在上面呢 这个所谓的 我们 等于会有一个名称的 就是 上界 这个事情 就是 这个无穷 不是一个实数 它只是一个符号 它不是一个数来的 它是个符号 事实上是 代表就是 我们就是 在右边 是没有限制的 我从某一个 a开始 在右边 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那 我们就称 它也是一个 interval 那事实上呢 这里还有一些别的 类似的定义 我不多说了 接下来呢 就是绝对值 简单来说 它就是 x 是一个实数 它是跟 圆点 之间的距离 那 我们在 如果要严格来 这个是直观的 要严格来 来说明的话呢 就是以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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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成是一个 函数的 这个 这个看法 就是x的绝对值 就是 当x大于0的时候呢 大于等于0的时候是x x小于0的时候呢 就是负x 那这个就叫做 absolute value 绝对值 跟中文是 一样的 这个叫做 absolute value of x 第一个性质 就是 这个absolute value呢 一定是大于等于0 它是 非负的 那这里是 分两个case来看 如果它是 大于等于0 本身是大于等于0的话 那等于自己 它绝对就是等于自己 那当然当然等于等于0 那只是说 它小于0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了 它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 所谓的 x小于0 事实上呢 那我们将 0减x 就要大于0 对不对 这个是 你可以看成是 是这个的意思的 那 所以就是 小于的话 相当于就是0大于x 所以0减x大于0 相当于就是说 负x 所以在无论任何状况底下 它都是大于等于0 那b部分 就是 它不只是大于等于0 它也是大于等于x 无论x任何的事数 如果它是正的话 它当然是相等 如果它是负的话呢 就是 这里可以继续讲下去的 就是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我这里就是表示说 负x大于0 而0大于x 所以 这个就是我的x绝对值 它只要大于x 我可以再说一遍 这里当然不难去说明的 我说 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b部分啊 麻烦的地方是 如果x小于0 的状况 我们要说明 那刚才已经说明了 负x x小于0 相当于负x大于0 而 0又大于x啊 0又大于x 而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我们的负x 正好就是我的绝对值 就是我们要正这个嘛 是不是 不是就是我们要正这个嘛 所以在 x大于等于0的时候 是 是对的 x小于0的时候是对的 为什么我要考虑这两个状况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三一定律 x大于等于0 只限当于是这两个状况 而x小于0就是这个状况 那 任何的时数 就是这三个状况 一个 其中一个一定是对的 所以 我就涵盖所有的可能性 这个三一定律告诉我们 可以这样子去考量 C部分 x绝对就等于0 弱且为弱 就是x等于0 那 这句话当然也是重要的 那原来 如果x等于0 它绝对就等于0 没有问题啊 因为x等于0就是这个类别 它等于x嘛 就是0啊 没有别的 那 是 这个是OK的 是这个方向 会 要小心处理 当然也不 也不会难啊 因为 简单来说 如果它不是0的话 绝对这就不可能是0 我们用一个这个叫做contra positive的一个论证的方法 就是我要说若p则q 这个是等价于 若非q则非p 是这个意思 那非q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x不等于0 三一定律告诉我们 它就是 只有两种状况 x大于0 或者是x小于0 然后在x大于0的时候 绝对就就是x 那就大于0啊 如果x小于0的时候 绝对就就是负x 也是大于0啊 刚才已经说明了 所以 不可能有这个状况 因此 非q 就是非p 结论 如果p是对的话 q一定要对 因为q不对的话 p不可能成立 是不是 我们说这里有一个矛盾 矛盾我们已知的 因此呢 这个if呢 是if错了 你 你 你那个 你那个设定错误了 那 设定错误的这个命题 是不可能成立的 那所以 他相反的命题 一定要成立 这个是很基本的逻辑 那 结论 一般呢 写证明 我们 在这个课里边 事实上就用锻炼来的 写证明 我今天会给西题 每一道西题都是要证明 那 高维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 你要学习一下怎么样子 可以 用你的语言去说服 别人 按道理应该是 每一个人写的东西都不一样的 那 大家习惯的 文字有时候 同样的逻辑 但是写出来的一个形式 应该也不一样的 那 我是期待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一个论证 那你可以用你的写法 去写 同样的东西 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差异的 每个人的 那个风格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C 那然后呢 我还有 D X乘与Y 我先乘Y的绝对值 是等于 X绝对值 Y绝对值 那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 绝对值的关系 这里呢 要怎么论证呢 就是要 绝对值的一个标准的做法 就是 要 分状况 这里呢 X有两种状况 Y有两种状况 所以合起来呢 是四种状况 四个Cases 就是 XY大于等于0 XY小于0 然后 X大于等于0 大于Y 跟 X小于0 小于等于Y 这里有四种状况 那每一种状况呢 去给它 验证 那就会出来 如果每一个验证都对的话 那它就是对了 那 当然呢 又是这个三一定律 因为这个三一定律 所以它是一个 应该是对的 我们验证其中一个状况 譬如说是这个 所以 X大于等于0 大于Y 我的右方 right hand side 右方 就是这个 X绝对值 Y绝对值 按照我的定义呢 是等于什么 X绝对值就是X Y绝对值就是-Y 是不是 Y绝对值就是-Y 那 这样子合起来 就应该是等于-XY 另一方面呢 为什么是-XY 这个是一个习题来的 就是 X乘以-Y 就是-XY 这个是大概我们在 在中学已经知道的 时常会用的 比如说 3乘以-5 就是-15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那 但是 我们能不能一般的 给它说明 那等于我会有一些 有一些 hint给大家了 那怎么样证明一个事情 左方 就是这个 XY绝对值 那 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 X非负的 Y是 简单来说 是这个样子 如果Y小于零 我再乘X的话呢 这个是会保持的 简单来说 是这个样子 零大于Y 当然是零大于等于Y的 其中一个状况 0大于Y 是imply 0大于等于Y 是不是 那我每一个都乘X X是非负的 那就是刚才的那个 那个定律 这个我们的第一体 第一个 第一个remark 所以就imply X呢 乘0 是大于等于 X乘Y 而这个当然是零啊 所以XY是小于等于零 那 相当于就是说 它等于零的时候 就是状况了 那如果它绝对小于零 XY绝对小于零 那我的绝对值呢 就是等于 所以在 在两种状况底下呢 我都得出这个 那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是等于 right hand side 就是 我们很小心的去 去验证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发觉就是 那个源头就是 我们刚才的A'B' 就够了 这些绝对的东西呢 都可以 利用逻辑 给它 这些性质呢 都可以利用逻辑 给它 说明清楚 好 我们还有 四个 四个 性质 有关绝对值的 还有两个性质 我们先休息 然后呢 再来继续 谢谢大家